日期十日的南國書康節台山分會場活動精彩婚程 昨天下午功夫茶藝表演特色文化體驗活動 在市新華書店舉行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來體驗 一起來看看 優洋清脆的音樂 溫滿閒熟的茶藝 聲情並茂的解說 令到在場的觀眾十分陶醉 這場穩美十足的茶藝表演 由柳市聯合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帶來 他們捧杯砌茶 亂綠的橋木白雲茶葉 在潔白的池杯中蕩揚開小小的波紋 陣陣清香 撲鼻而離 現場不少觀眾踴躍嘗試 親身體驗茶藝的魅力 本來一開始吧 我對茶藝還不是很了解的 我覺得沒什麼 但是我學了之後 會覺得你本來是一個大大咧咧的一個姑娘 但是你學了茶藝就會安靜 你整個人就會氣質也會提升了不少 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傳承領南茶 弘揚茶文化 充分發揮茶文化的精神價值和社會價值 是實現我們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徑 在這裡聯合新華書店 南國書香節舉辦這個活動呢 首先就是要盡量的推廣這個白雲茶 響應國家一個文化強國 把這個文化讓大家可以感受 特別我們的茶文化 舉辦這種茶藝表演 或者是其他的也可以讓 現在的很多小朋友去了解他 學習他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學 也是傳承文化